嗨嗨嗨又是我們啦我是彥琳 Everybody I'm Chris 我們每一次開場都要想不一樣的開場 因為我們想要吸引更多的人可以來收聽 Tone要換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Tone是什麼 今天的Tone就是我們今天要來講呼吸都會痛 你等一下都要用這個聲音講 那我就用正常的聲音了 想念是會呼吸的Tone可以嗎 今天我的Partner不是Chris他瘋了 那他現在是鄭宇 我是鄭宇 大家好 鄭宇你好 是有一個要訪問那個 太累了啦 我們好像前兩次都是在講口音的問題 對語言上面的一些東西 其實我們第一次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什麼了嗎 你不要想太多好不好 我們第一次什麼了嗎 這種事情不要講出來 這種事情不能講出來 這個太恐怖了 我們好像一直都不太忽略了 要就是好好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馬來西亞的 大家會很好奇 為什麼要講馬來西亞跟台灣的不同 因為我 我有跟大家講過是馬來西亞人嗎 是 有嗎 真的嗎 好我瘋了 我應該是那個健忘 所以身為馬來西亞人 你不覺得榮耀嗎 我覺得蠻榮耀的啊 那ok那就好 但是有的時候就是 會有在那個 你知道流台生會有的時候 會有一些小小的心聲跟困擾 例如 例如 像我問你好了 好 你遇到 你回憶起 以前 我回憶起 我們今天那個鎮雨瘋了 大家請忽略好不好 不好意思 竟然是在空中呢 直接 把妹 竟然 好 主持人不是這麼好把的齁 okok 好 來那個 因為呢 我通常第一句話 都是會被問說 哇 你中文好好喔 你不麻一下人嗎 啊 其實這個也不算困擾 反正我就會覺得 我有點懶得解釋 就是剛剛的解釋 那不解釋怎麼講 用台灣 剛剛我們上一期有講到的 不解釋 啊 BJ4 對就是BJ4 BJ4 這種東西呢 就是BJ4好嗎 我常常會被問 真的假的 然後第二個問題也有被問說 好馬來西亞人嗎 那是說 喔你是馬來人喔 你怎麼中文這麼好 皮膚這麼白衣 對你皮膚怎麼這麼白 那你覺得我應該怎麼回答 我覺得你應該講說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不錯喔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好那我下次這樣回 對 因為我跟你說 一開始第一年 比如說 一開始第一年 十個以內這樣問我 我覺得我能接受 到了第二年 到了第二年 開始累積 可能快一百個人都這樣問了 第三年 快到一千個人這樣問了 好了也沒這麼恐怖 你到底來台灣幾年了 我來台灣已經六年了 六年了 所以現在有六十萬來問你了 大概六十萬 直接以倍數成長 六十萬個人問我這問 你有遇到這麼多人喔 真的喔你不知道我交友廣闊嗎 私生活好像不太正常喔 很正常好嗎 所以我常常會被問的時候我覺得 也不能說是困擾 但是我有時候很難跟大家解釋說 比如說 我就這樣講好了 我要從頭開始 比如說你馬來人 我就說不 不好意思我不是馬來人 我是生長在馬來西亞的華人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有三大種族 有馬來人華人跟印度人 印度人 我必須得從這個種族開始 感覺好像在講歷史課 對我開始要講 所以你是華僑嗎 沒有我不是華僑 因為華僑是移民過去 寄居者 我們稱為 但是我不是 我是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人 所以土味很重的 那以後會不會流行講你這個土味啊 哈味之前的哈味哈味 這是土味 別這樣講我會揍你 所以有的時候馬來西亞的 建議大家就是 如果你遇到馬來西亞的劉台生 千萬不要跟講他們是馬來人 可是如果真的是有馬來人來台灣的話 很少很少 因為他們講的語言應該不太通 他們是講馬來語啊 如果來他們想來這邊學中文呢 我目前沒看過 真的假的 老實說 我也沒看過 對我目前連我自己我都沒遇過 過了20年我沒看過 他們可能不會來台灣吧 好歹也去個歐美國家 因為講英文OK啊 講中文幹嘛要來一個 不能這樣講 對不起對不起 台灣的觀眾朋友 我會被K耶 對你會被K 反正就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有機會認識馬來西亞劉台生 千萬就不要講馬來人 不是因為種族歧視 但是因為有的時候 不知道別人底線是到哪裡 然後你會踩到別人的線 可能你講馬來人 大家會很care這個字 雖然我是不care啦 我只會覺得我要從頭再介紹 又要再上一次歷史課 歷史課 然後講說你怎麼會講中文 大家可能要有一點概念 就是馬來西亞的華人 因為呢 要講到又要講歷史了 他就是華人就對了 他就是華人 我們其實是生長在那個 講華語的環境 我們的父母祖先呢 其實是中國以前祖先是中國來 移到那邊去住的 然後我們所以我們的環境是 其實從小到大是聽中文長大 然後講中文 只不過是我們馬來西亞的母語 是英文 是英文跟那個 你看官方語言啦 是馬來文跟英文 但是呢華人的家庭一定是講中文的 不然就是講一些方言 廣東話 或是福建話跟台語他差不多 沒錯沒錯 這也是我去到馬來西亞之後才發現 他怎麼會講中文 所以你去馬來西亞的時候 你真的問過他們嗎 還是你分辨不出 這個是馬來人還是華人印度人 其實有些馬來西亞的華人 他也是黑黑的 其實有耶 很多人有問說為什麼我長這麼白 我其實這個呢也沒有就是怎麼講 多做BJ4 BJ4 就是反正女生就喜歡白嘛對不對 白一點看起來比較好 另外呢家庭關係嘛 就是父母那個遺傳 可能我爸媽比較白 然後我就會比較白 這個也說不上什麼那個 所以馬來 對就是當一開始去的時候 其實有點嚇到 欸怎麼這麼多不同族群的人 你有被我們的那個多種族嚇到是不是 其實有點嚇到 所以你一開始還沒去馬來西亞的時候 你不知道馬來西亞有多少種族的人嗎 沒錯沒錯然後有包頭筋的 然後有就是染頭髮的 染頭髮台灣沒有染頭髮的話 反正就是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我知道 那你有看到印度人可能中間會點那個 點字 點紅紅的那個 所以你會分辨印度人馬來人跟華人嗎 馬來人的他們不會包嘛對不對 馬來人就是包頭筋的啊 印度人會包嗎 但是印度人會點字 那個不叫字啦 就是點那個紅點黑一點 有意義的喔 下次可以跟大家分享 對對對那我知道了 紅點的 然後綠點的 藍點的 那華人咧沒有藍點好嗎 你有紅綠燈嗎 紅黃綠的點 華人的話就是 就很一般 跟台灣人長得差不多吧 但穿著其實有點差別 阿了解 而且其實我們那邊也蠻多混血的 對對對 所以可能五官會比較不一樣 立體 會比較深邃一點點吧 對 對我覺得 山根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確實有問 問那個馬來西亞道地人 就問他說 欸你怎麼這麼白 我沒有問 喔 我覺得你好客氣 你竟然問你生活還習慣 我覺得你好好喔 對我生活習慣蠻不錯的 我都是被問那種欸 真的假的 因為我覺得這種私人的問題 其實不要太問人家 比較好 因為就像你剛剛講的 可能會踩到人家底線阿 什麼之類的 對 會造成人家的困擾或什麼的 對 所以一開始真的 像我經常阿 經常會被問說 欸你是跟美國混血的嗎 什麼之類的 你跟英國混血的嗎 為什麼你長得特別的 有點歐美的味道的感覺 你不是說你去日本留學過 那你有被問過 有 他們以為我是日本人 那你覺得很開心還不開心 其實也沒有開心或不開心 覺得 我覺得你很開心欸 一則喜一則憂 一則喜一則憂 喜呢 是覺得說欸 我的日文講的不錯 因為我講話他們沒有發現 你的能力被 被肯定了 那一則憂呢是 就有點主權 就是自己還是台灣人嘛 畢竟還是流著台灣的血 不想要被誤認為其他國家的人 那如果講說你是美國人應該爽翻了吧 大家都想成為美國人 我沒有想成為美國人 真的嗎 確定 對 就有混血話那種感覺 欸你是混血的喔 超爽的 沒有 你不覺得被講到你是混血的 其實是蠻開心的 很開心 因為混血大家印象就是很漂亮 就五官很立體 然後就是很帥很美 日月潭跟哪裡混的嗎 你要講什麼冷笑話 我不想吃 我很想打你 台北跟高雄混的嗎 這個是要混血嗎 混啊 為什麼不行 混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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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 好 講完我們那個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都是有在過別人的國家 生活過 生活過 所以我們 就是可以分享一些比如說我們在 當地的時候我們會遇到的問題 然後一些我們怎麼去調適的 啊 對 這個 要怎麼去調適一下心情 因為有時候 各地生活的習慣也不同 對 對不對 講話方式不同 我覺得我來台灣沒有太大的不一樣 這六年 我覺得我蠻慶幸選了台灣這個國家 因為我認為在不管語言方面 然後吃的方面 什麼的 我覺得真的跟我馬來西亞完全沒有什麼差距 你像那個過年過節的時候 我們也有在過 台灣所有的節日我們都有 除了不講總統啊 總統選舉什麼鬼 那些 就是台灣的就是那種政治不講話 其實比如說像大方向 比如新年啊 元宵啊 元宵啊 中秋節 端午節 就三大節 清明節 我們這些我們也會過 你們也都過就對了 我們都過 所以照理說我來到台灣我覺得 我還是一樣用我的母語在說話 沒錯 我完全不會覺得這裡很陌生 然後我在這邊很不習慣 然後會很想家 當然會想啊 只是不會覺得一直想回去 會覺得台灣真的很棒 是一個很美麗的寶島這樣 我知道你唯一一個不習慣的東西是什麼 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跟彥琳私底下曾經有聊過 她唯一不習慣就是垃圾車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台灣讓我覺得很 因為我真的比較懶惰 因為馬來西亞丟垃圾只要在你家門口丟就好 你不用去追垃圾車 我們會給他們那個錢啊 我們會有那個垃圾費啊 就是給政府的啦 然後我們會有清潔工人 就是來打掃什麼的 而且我們有專用垃圾桶 對 然後我們丟垃圾的話就是 不分類 我們也不太分類 欸這樣講我們國家會不會很落後啊 會顯露出我們國家好不環保喔 好啦 forget it 沒有因為你們後面好像在分類 對他們好像會那個 我覺得他們比較辛苦清潔人員 就會拿到垃圾場可能 我不知道怎麼運作 反正就是我覺得這個垃圾車的 造成我很大的困擾 是因為要分類嘛 對台灣要分類 分類好了 如果好我認真去分類 但是呢台灣的垃圾是因為有時間 整點要比如說早上集 下午可能有規定一個時間 中午下午晚上 每個地方時段不一樣 我覺得真的很麻煩欸 我曾經追垃圾車追到 100公尺 所以又有時穿那個拖鞋 然後拖鞋還掉了 然後丟不到垃圾把垃圾帶回家 我有試過這種的我覺得很 丟不到垃圾還帶回家很生氣 就說我特地把垃圾拿去就 對啊傷心啊 所以我覺得垃圾這個 我當然很認同環保 這是要做到啦 其實因為真的很不方便 要看準時間下去丟嘛 什麼投籃的概念嗎 就看準時間下去丟 有些阿桑很好欸 阿姨她看到我拿的時候她說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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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把我的垃圾罐丟上來 直接幫你丟 我覺得還蠻酷的那個阿姨 有些阿姨很熱心 因為其實喔 以前台灣啊 對不對就丟垃圾的時候 是鄰居出來聊天的時候 就是在等垃圾車的時候大家可以互相聊天 欸你家老公怎麼樣 你家老公最近有沒有賺錢阿 你家老公薪水多少阿什麼之類的 因為平時的話鄰居不太會見面講話聊天 對沒錯工作嘛 所以就是婆婆媽媽出來聊五四三的時候 五四三時候的時候 所以就是一個空檔可以Gossip 可以Social一下 沒錯有說媽媽明明七點垃圾車才來阿 五點就站在那邊喔 五點就開始在那邊聊喔 我覺得這個有點嚇 不煮飯喔 你認真嗎好瞎喔 在那邊站兩個小時喔 欸這樣我覺得還蠻扯的 更扯的我有看過一個 你很常到垃圾嗎 你怎麼好像 厲害的這真厲害的 七點到垃圾對不對 五點就在那邊等 擺一桌打麻將 打麻將打兩個小時 怎麼你現在的口音好像有點馬來西亞喔咧 打一圈 剛好賺兩圈 剛好賺兩圈 放在旁邊這樣 打兩圈 SoSo 對對對 所以我怎麼講到日本去 不好意思 賺兩圈紙巾丟垃圾回家 哇靠好酷喔 我覺得還蠻不一樣的 騙你的啦怎麼可能 公然賭博這是 我覺得我要把這個主持人給炒掉了 因為他平平呢就是在這個空中呢說 一些不真實的話 純屬虛貢 讓大家好笑一下 對不對 生活條件 就是有的時候是垃圾分類好又要買垃圾袋 對現在台北市新北市是要 因為我曾經沒有用那個垃圾 以前我應該說沒有什麼經驗在丟垃圾的時候 怎麼丟垃圾還有經驗嗎 反正我不知道用垃圾袋 就是政府專用的那種垃圾袋 然後我就拿去丟的時候 我就被那個阿姨罵 他直接罵我 他說這不能丟 我說不能丟 然後後來丟垃圾的一些鄰居什麼 他就說欸妹妹啊 你那個不能這樣子啦 你要換那個垃圾 對 他說要買 我說蛤還要買 垃圾袋還要買 不行阿姨不收的阿阿姨不收 然後我就覺得很無辜 又要把垃圾帶回去 反正呢這個垃圾呢在台灣發生過很多小差距 對就讓我覺得阿 我突然覺得在馬來西亞一個好處 我不用處理垃圾 就是不用丟垃圾對不對 垃圾就直接家門口就好 他們還會幫你清理欸 打掃什麼的 不用這麼麻煩 我曾經在馬來西亞 遇過一次就是我在家裡 就是中午吧 起來吃東西然後煮東西 然後突然就一個馬來西亞人 怎麼突然間有個馬來西亞人 我想說你不是在馬來西亞 怎麼會突然間有個馬來西亞人 突然一個馬來西亞人 馬來西亞人進來 馬來西亞人 他就拿著一個割草機 為什麼要拿割草機 他就說你庭運業不要割草 他們應該是政府那種的啦 可是你給他錢他才炒 你不給他錢他就不會弄 他是環境優化那種清潔工人 對 可是他會一直求你 就是他跟你殺價喔 我賺到了 10塊 我說不要太貴 8塊 其實我知道你馬來西亞很會 對不對 是不是有這種的 有 其實有 他們因為 因為他們想要賺一點零用錢 可能他們 就是 沒有穩定收入可以這樣講 我了解 就是那種 可能有一點困難 經濟有點困難 他們想要多賺一點這樣 所以就是可能直接去詢問就對了 所以他們喜歡為你服務 然後賺一點小tips 小tips 對這樣子 了解了解 其實應該這樣講 馬來西亞呢 很多地方 就是比如說像那個 要怎麼講呢 你知道公共廁所要收費這個東西嗎 這我知道 這我知道 新加坡也要 對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這就是怎麼講 就是每個國家的 對 不同嘛 對不對 好時間好像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 今天長得特別的多 沒錯沒錯沒錯 那大家有其他的想法 也可以歡迎留言 留言在我們的粉絲團下面 OK 沒問題 好的那我是葉玲 我是Chris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